收水鄉公司12月24號準備在中山路方路 進行到離空離議 收出氣候中華上水 中間氣候下的華東 讓很多鄉親都很期待 公司也賺氣火去辦比賽 和交大朋友小朋友 做回來拆火的高娜丁 這些媽媽像我創意的高娜丁 也會保持在氣候中火現場 將賺到老大的暗迷 將整個收水鄉就加更加 近年社區鄉親 未來的公立真正不得了 無論是上手歡迎的多拉A夢作品 也許是他在地地市和好年生事 為創作主題 當手為坐自己的地市高娜丁 一個一個都等很出本來創意 秀水鄉公所基盤離空離議 收出氣候中華上水中宮 氣候下的華東 將在中山路街道 各國秀情的菜尾華東 搭配信仁在華東 在車公所和三次政策名 和家族方法列冠和中正 今天是我們秀水鄉公所 舉辦一個祈福燈籠彩繪的比賽 今天有分為四場 我們在市兩場 會保持兩場 我們今天在我們今年的玉林宮來舉辦 這個燈籠彩繪比賽主要是 我們將在12月24號 我們在我們秀水鄉公所要舉辦 一個祈福燈籠的活動 是要將我們這些 我們鄉妹 我們大大小小的鄉民 將這一年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說用繪畫的方式 或者是用文字的方式 把它呈現在我們的燈籠上面 我們在12月24號這一天 要來舉辦一個活動 將這些燈籠 大概五千盞的燈籠 全部把它掛起來 然後共同為我們秀水 以及為我們全國的民眾來祈福 這家蔡圍的歌頂 也清楚是鄉親 在綜藏自己的公民頂 在新年紀元 點得來保有來年健康損失 大家看新聞林貴英 秀水彩虹報道